我看 两位小姑娘 起床了 早安 你还睡得好吧 这张床还舒服吗 舒服 还习惯吗 习惯啊 看一看 你背有没有比较挺 感觉比较舒服 不会软软的 别你家的床舒服 那杜丽 我们现在要去学校 对不对 对 所以不要浪费时间了 不然会迟到 好 马上起来 刷一二系列 上学去 杜丽 你每天走路上学 都需要多久的时间 十分钟 十分钟哦 嗯 那以前你呢 在新加坡是怎么上学的 我爸爸妈妈会驾车带我上学 多久呢 差不多五到十分钟 妈 你看你坐车他走路 所以你是幸福的 要珍惜啊 杜丽的学校叫做县文小学 校址原是明朝时期建筑的一间寺庙 已经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了 而学校则在一九一零年创建 今年刚刚庆祝过百年校庆 一鲜一到学校的第一份任务就是马上投入清洁工作 各位同学们早上好 早上好 嗨 我们是从新加坡来的哦 那这位呢就是从新加坡来的同学 好不好 来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董一鲜 那一鲜呢 今天就会跟着你们一起上课一起学习 所以呢 希望你们好好照顾他好不好 好 我们呢一起来学习 静丽的诗这首诗 这首诗是谁写的呀 厉害 做个黑梅子 做个黑梅子 我觉得那细课很有趣 但是我都听不懂 咪啪我背误 咪啪我背误 好 汉语是什么意思呢 一是地上双 念经验试的时候 不怎么顺口 不知道发音对不对 幸好老师耐心地教我 所以我不会感到那么尴尬 乐观进入了他的眼睛里面 也就是说物体进入了眼睛里面 所以呢 纳西语这个叫什么呢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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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厉江的小学和新加坡的一样 也是六年制 同学们除了上纳西文之外 也上中文 数学以及自然科学 随着他都会是和华文的一样 他们是用华文来讲解科学 所以这是我第一次上这种课 幸好有课本 不然我就听不懂一些词汇 学校的图书馆也有许多中国故事的图书 供学生在休息时间阅读 在学习中文的同时 也可以多认识民间传统故事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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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前 现在是阅读时间了 嗯 哦 那你刚刚从图书馆借书出来是吧 这里图书馆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虽然很小 但是里面有非常多本书 能够让学生们去挑选 那到目前为止上了课觉得怎么样 在这里 我觉得他们上课的方式很特别 书本都会传上来 都是老师传给他们的 像我们新加坡自己带去学校 哦 就是在新加坡课本是属于自己的 嗯 就是这里都是借来的 嗯 学校提供的 对 哦 然后 许起一杯 放香的美酒 放香的美酒 为了我们幸福的生活 我们来干一杯 音乐课非常有趣 班上的同学们的歌声都非常动听 嗯 开始我都不知道顺序 但是幸好有杜丽在旁边教我 因为我们的这个标题叫做一杯酒 是不是啊 对新加人来说喝酒呢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啊 好 那么我先说明一下新加人喝的是麻奶酒和葡萄酒 我们呢因为不能喝酒 所以咱们今天就以葡萄酒来代替啊 好新加人喝酒有一个讲究 主人呢要给客人进三次酒 举起一杯 放香的美酒 放香的美酒 除了呃 上音乐课以外 我还学到了一些新加的风俗 呃 葡萄汁很好喝 所以我就把它喝光了 别比啊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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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穿了好不好 好 给点掌声 来 好 刚刚上完课 感觉肚子有点饿了 杜丽 对 这里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啊 我知道住在前面了 哦 在前面 对 好 都是街边想吃是吧 对 很有特色的 你有什么好介绍 刚才你说一个立当爸爸对不对 对 就这个啊 还有特豆腐啊 都是特色的 其实每样食物都有特色 你比较喜欢哪样呢 我可能吃小瓜吧 小瓜 我比较喜欢吃 对 哦 哎 菜都上了题了 来 要不要先尝一尝这个 小瓜鱼 对 那你拿着 在那么多小吃中 我最喜欢吃的是小瓜鱼 因为它的配料很好吃 咸中带苦 在新加坡是吃不到的 在街边吃小吃的气氛很好 我很喜欢 谢谢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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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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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